常言道,贪性不知输,赢到尽头,就是输的开始,投资讲理性。可视,人类往往在作出决定时,被不理性的因素蒙蔽,造成误判,甚至损失。 这种被不理性影响决策的行为,叫做行为经济学,Behavioral Economics。美国经济学家李察,塞纳,Richard H.Taller,因对行为经济学研究有却越贡献,因而获得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。在1991年,他推出了著作赢家的助纣,不理性的行为。 如何影响决策,The Winner's Curse, Paradoxes and Anomalies of Economic Life? 提到赢家的助纣,Winner's Curse,这个概念,只投资者会因为过于自信,过分乐观,而作出不理性的,高于市价的投资,于是由赢变成输。 李察,塞纳以拍卖会作例子,他指出,一些赢家,以高价镜头拍卖品后, 却不能凭该件拍卖品赚钱,甚至亏损,加因该物品的价值被高估了,出价贵过拍卖品真正的价值。 在股票市场亦一样,他做过一个实验,统计了纽约交易所某3至5年内,表现最好及最差的35个股票组合。 发现3年后,输家的组合竟然跑赢了赢家的组合,短线赢了,长线却输,宗宜证明赢家的助纣的存在。 石油公司镜头石油油田专探权时,就经常出现赢家的助纣。 石油公司在出价投标前,往往会先参考专家的股价。 不过,石油运藏量难以估计,专家也常常股价过高或过低。 另一方面,参与竞投的公司越多,出价就越进取,造成超高的众标价。 唐约石油运藏量低于预期,中标的公司就由赢家变成输家了。 还有一个赢家的助纣的经典例子,就是英国于2000年进行3G频谱拍卖。 5个3G牌照令英国政府获得25亿英镑的巨额收益,占当年税收的一半。 可是,投得牌照的电讯公司最后的收益却不似预期。 赚不了钱,甚至负债累累,由赢家变成输家。